圣洁一终 全然圣洁 圣洁一终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同心来献上我们的敬拜 自从美国众议院决定 从1941年开始 每一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定为感恩日 并且把这一天定为国定假日以来 这个感恩节就成为美国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 借着这个感恩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过去这一年所蒙受神的恩典 进而向神感恩图报 这实在是一件美事 今天在这个感恩的月份 我们进入第二个主日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旧约的诗篇当中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 感恩的一篇感恩诗篇 那就是我们刚刚一同诵读的诗篇第一百篇 诗篇第一百篇 让我们再次打开圣经诗篇第一百篇 我们再次同声来诵读一下神的话语 诗篇第一百篇第一节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请低头我们再次同心来献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 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 也是在我们这个感恩的月份 十一月份的第二个主日 我们一同欢聚在主的面前 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诗篇第一百篇 让我们再次思想 你在我们个人 在我们家庭 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种种鸿恩大爱 让我们晓得在你面前思想 也晓得在你的面前的仔细数算 好 教我们能够将一切的颂赞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神 求主恩待我们下的时间 圣灵在我们当中 动纳其妙的善功 引导我们一同进入主的真理 好 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 得蒙主的造就 恭敬交托感恩祷告 来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这一篇诗篇第一百篇 这个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去考证 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这一篇诗篇是和庆典 或者是和节级有关的一篇诗篇 很有可能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当他们在圣殿里面去朝圣 献上感恩祭的时候 所唱的一篇诗 我们看这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可能就是这些朝圣者 当他们一踏入圣殿的门的时候 所唱的诗 然后第四节和第五节 就是已经在圣殿里面的诗班 所回应的诗歌 所以这篇诗 乃是当时家喻户晓 人人都会唱一首诗 所以这篇诗最最能够表达当时的百姓 他们内心的一个信仰的光景 请我们看圣经 在这篇诗第一百篇这个诗篇的 一开始呢 有三个小字 这三个字告诉我们 这是一篇称谢诗 这个称谢诗呢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感恩诗 这篇诗的作者呼吁我们要懂得感谢神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这一个被神所严严叮咛 要懂得感恩的民族 在他们日常所用的智慧当中 竟然没有谢谢或感恩这个词 而这里的称谢这个词呢 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承认 或者是宣告的意思 这个承认或者是宣告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要用口把它公开的 把它讲出来 说出来 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 当他们公开的承认某一个人的好 或者是公开的宣告 某一个人好的时候 就等于是在对那个人说谢谢了 而另外一方面 像这样公开的承认 或公开的宣告某一个人的好 事实上也就是在赞美那个人 所以这里这一个感谢 有时在旧约圣经 也把它翻译成赞美 所以谢谢和赞美 原来在犹太人的语言当中 是可以互换的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 如果我们有什么感恩的事情 如果把它隐藏在我们的心中 却不肯把它说出来 或者公开地把它说出来 这乃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按照圣经看起来 这样是不对的 曾经在印度有一个木材行的老板 他养了很多的象 在那里搬运木材 在这些大象当中 有一头象 他的脚受了伤 这个老板有位朋友是兽医 所以这个老板就去前去 请这个兽医朋友来医治这头大象 三年以后有一天 这位兽医去观赏马戏团的表演 其中也有象的表演 忽然之间有一头象 就脱离了这个队伍 走到兽医的面前 用鼻子把它牵了起来 从三等的观众席 牵到头等的观众席 原来这头象 就是三年之前 受到兽医照顾的那头象 他是为了报恩才这么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连这头大象都懂得在众人面前 公开的来表达他心中的感恩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人 所以我们实在要懂得感恩 请问当我们蒙受神的恩典 我们曾经向神献上感谢吗 当我们受了许多的亲友 或者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 我们曾开口说声谢谢吗 1860年有一艘汽船 叫做爱情夫人号 这个汽船呢 这艘汽船搭载了393个人 在密西根湖恩尼特卡村 离这个岸边呢 大约有一英语的地方沉没了 其中有279个人就淹死了 有一百一十四人生还 其中在其中有一位西北大学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爱德华斯本 爱德华斯本赛 是一位游泳专家 他来回游了17趟 救起了17个人 但是他因为过分的劳累而昏迷了 当他一醒来的时候 他说其实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 为了这样来回救人呢 他伤到了他的脊椎 他必须要终身坐在轮椅上 几年之后 在他一次的生日的里面 有位记者就问他说 在你一生当中 你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呢 这位西北大学的学生 他这样说 他说我最记得的 就是被我救起来的那17个人当中 连一个也没有回来跟我说声谢谢的 在非洲宣教将近40年的 直到退休的一位宣教士 叫做欧神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他本来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宣教士 他用卓越的医术 在非洲从事医疗宣教的工作 曾经有一次 他为了一位妇人动了一个大手术 终于挽回了这位妇人的生命 这个手术是成功了 但同时呢 也把这位医生给累坏了 然而当这位病人 当他好了以后 离开这个医院的时候 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 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 这位妇人的冷漠 使得这位医生宣教士呢 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不好受 于是欧神宣教士他就这样说 他就提醒以后 要去非洲宣教的年轻宣教士 如果你有心要去非洲宣教的话 你第一个要学的功课 就是不要期望别人对你说谢谢 因为在非洲有许多落后的部落 在他们的字典当中 连谢谢这个词都是没有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肯向我们的神 向周围的人说谢谢 岂不是和这些落后的民族没有什么两样吗 在旧约西伯来文里面 感恩这个字还有一点很特别的 那就是每一位族里的弟兄姐妹 他们感恩的对象必然是神 我们的神师恩给那些信他的人 常常是透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去执行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 师人圣物恋 受师圣物望 所以作为一位神的儿女 我们应当往更深一层来思想 那就是在这些帮助的里面 在这些帮助我们人的背后呢 还有个更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感动他来帮助我的神 所以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感恩的最重要 也是最后的对象 不是别的 乃是我们的神 在这个第三节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为耶和华所做的来感谢他 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朝场的羊 耶和华是神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宣告 这句话等于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感谢的最终的对象 不是别的 乃是这位耶和华神 而这个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他真正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他造的 所以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不是自己的 既然我们是他造的 他当然会知道我们的一切 既然我们是他造的 他当然对我们的一生 有着他最美好的计划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我们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就自然而然的不用再为今天的事情在那里烦恼 也不用再为明天的事情在那里忧虑 因为他是神 他是一位永不误事的神 不但这样 以色列书43章第一节又告诉我们 以色列书43章第一节那里说 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 你的名造你 你是属我的 在这个地方经文提到 创造雅各的耶和华 应许要救赎他 这个救赎这个词啊 是和自尽的亲属 是同一个资源 这个意思是说 因为耶和华创造了人 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是非常近 非常近 近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跟这位神呢 是有着亲属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神是有义务 也有权利 把我们人从任何的压制之下 买赎回来 所以这段经文的第三节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奇梦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感恩 因为神把我们从一切的疾病当中 因为神把我们从一切仇敌的攻击当中 因为神把我们从一切的恶劣环境的里面 把我们救赎了出来 是的 因为神奇梦的作为 所以我们应当向神感恩 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 在美国的东岸 有一位老牧师 他非常的敬虔爱主 有一天 他的儿子打了一封电报 请他特别去为他的小孙子祷告 因为他的十三岁 这个小男孩呢 在踢足球的时候 把他的右膝盖给弄伤了 而且呢 被破伤风细菌感染 中毒很深 而两三天以后 会有极严重的危险 所以当时的医生这样就整个人说 需要立刻锯掉一条腿 或许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但是这个孩子呢 却非常的顽强 他坚决不肯让医生 把他的腿给锯掉 因此他的父母特别请他的老父亲来一同祷告 过不了多久 这位老牧师来了 就他的儿子和媳妇 一同跪在主的面前 为这个孩子恳切地祷告 这位老父亲的祷告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天父 这个孩子是你造的 亲爱的天父 这个孩子是属你的 求神让这个孩子在受伤当中 被仇敌的攻击当中 在这样的伟大的里面 求主 那医治的大能把他救出来 结果这个孩子没有开刀 也没有吃药 他不久就痊愈了 这个孩子是谁呢 不是别人 就是美国以前的总统艾生 由于这位老牧师 他的信心祈祷的功效 敬虔爱主 不但让这个孩子成为伟人 并且对整个世界有着伟大的贡献 是的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朝场的养 他是我们的大牧人 我们是他的羊 他是我们的大君王 我们是他的子民 这位大君王对他的百姓 有保护和引导的责任 我们蒙守着神这样的鸿恩大爱 这样而然的 我们要公开的宣告 他其妄的作为 我们要谢谢他的作为 所以我们当称谢他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很少想到这一切 其实想和感恩这两个字 在古代的拉丁文的里面 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来的 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 一个越懂得想的人 也越懂得会来感恩 曾经有一间教会 他的姐妹团契的会长 曾经做过这么样的一个见证 他说有一次 在他的姐妹团契的聚会里面 他们总共有四五位姊妹 出席这个聚会 于是这位会长就发给每一个人 一支签 每一个人一支铅笔 和十四张小白纸 他要求每一个人 在每一张纸条上写一个人的人名 并且想一想 假如我是这位姊妹的话 我将会为了什么事 而向神献上感谢 这位姐妹团契的会长这样说 当我把这些纸条收了回来以后 我一张一张的把它练得出来 哇真是不可思议 几乎每一个人在别人心目当中 总有那么一两件事情 是特别令人心目的地方 有些是物质上的丰富 有些是特殊的成就 有些是她的才艺出众 有些是她迷人的气质等等等等 他们羡慕贾太太 有画画的天分 他们羡慕乙太太 有漂亮的房子 他们羡慕丙太太 有特别好的人员 他们羡慕丁太太 她的口才出众 他们羡慕乌太太 她的孩子很优秀 他们羡慕己太太 她的圣经懂得最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 我们认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这些令人羡慕的地方 都是因为神特别赐给我的恩典 而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向神献上感谢呢 今天如果我们单单是因为神的作为 我们来感谢他 这还是不够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主呢 变成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 如果我们真是把我们的信仰 单单建立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的关系上面的话 那将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信仰 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有些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非常悲惨的遭遇 但其实呢 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所以我们除了要 因为神取门的作为 来感谢他以外 我们还要因为神的本性 我们还要因为神的属性 我们来感谢他 请看这个第五节 请注意这个第五节一开始 有因为这个字 这说明了为什么第四节 要用四个命令语气来去描述呢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愿 当感谢他 还有呢称重他的名 这个第五节就提出了三个理由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这三个理由 都是关系到耶和华的属性 所谓属性呢 就是那个本质的表现 这个本质呢 常常是一个静态的 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 但这个本质 这个属性呢 确实可以观察得到 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首先圣经说 耶和华本为善 神的本质是良善的 所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节这样说 耶稣说我是良善的 就因为神的本质是善的 所以神的一切作为也都是善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诗篇的作者可以大胆的这样说 十篇十六篇第二节那里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如果依靠 这位良善的父子 这位良善的神 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遭遇到最猛烈的狂风暴雨 我们也不会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神不会教我们经历这一切的 曾经有一对父母 他们在教会里面 原来是非常热心事奉的 常常为主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小孩 却早早的夭折死了 于是这对父母就生气的说 今后我们不再侍奉了 我们这样忠心的付出 非但得不到祝福 反而叫孩子死了 所以他们从此以后 就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不像以前那样的热心爱主 也不好好的侍奉了 这样大概经历了八九年的之久 有一次这位父亲在郊外在那里散步 他看见一个牧羊人 因为在西的那边有清脆的肥草 就想把这群羊带过去吃那个肥草 可是这个相间的小溪在上面 就一块小小的木板搁在中间 而这些羊都非常胆小 无论怎么推 无论怎么拉 他们就是不肯过去 后来这位牧羊人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把其中一只小羊抱在怀里 先走了过去 牧羊因为爱这个小羊的缘故 也就冒险就过了这个西 其余的羊看见这个牧羊过去了 也就一起过到西的那边 父亲从头到尾看见这个光景 恍然大悟 他后来在教会里面这样做见证说 神因为怕我流落在西的这边 不肯过去 就把我的小孩先带了过去 我才会过去 为什么我还停留在这头不前进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每个人的境遇不尽相同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灾难 痛苦的事情 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 不要失望 不要灰心丧志 也不要在那里埋怨 应当知道凡事都有神 祂的旨意和安排 而我们的神是最良善的 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真不在祂以外 是的 神是美善的 神是良善的 我们应当信任神的安排 我们应当相信神永远是爱我们的 祂的每一个决定都有祂特别的用意 祂绝不会故意伤害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也许我们刚好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处在逆境的里面 但请千万的记得 神既然容许我们面对这样的逆境 我们就一定可以从这一切的逆境当中 再次得着造就的机会 再来神的话这样说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 慈爱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这指着那个终于契约 神那个无条件的爱 就因为这个爱 所以神的赦免也是无条件的 包括我们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那一切的罪和过犯 都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在石架上所留的宝血 一概赦免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位美国士兵 在欧洲的战场受了重伤 已经奄奄一袭了 他那位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老母亲 当他一接到这个电报 他就马上阻着拐杖赶到了军部 他要求军部让他能够到前线 去探望一下他那个受到重伤的儿子 军部基于安全的理由 就一直苦苦的劝这位老太太说 你不要去 但是这位老母亲说什么 他坚持一定要去 没有办法 这个军部只好安排了飞机 把这位老太太送到了前线 到了医院门口 这个医护人员担心 他进到里面去以后会太过激动 就先要这位老太太答应 当他进去以后不说一句话 也不在里面闹任何的情绪 他答应以后才准他进到里面 老太太一进病房 看见满头包着白纱布的儿子 便伸出那个颤抖的手 紧紧地握住他儿子的手 不料这位儿子立刻有了反应 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他这样说 妈妈我知道这是你 我认得出来 这是你那双温暖的手 从那一刻开始 他儿子的身体就很快地得着复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神就是爱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正用这样一个最伟大爱的力量 来激励我们 来去面对今天我们所的人生的道路 我们曾经为此向神献上感恩吗 另外圣经又说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这个信实是指的稳固可靠的一个意思 神的话语安定在天 神的应许句句都要应验 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 我们就应当因为耶和华有这样的属性 来向他献上感谢 而不是单单为了耶和华属性的一切作为 来感谢他而已 主后1346年 那正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期间 爱德华三世手下英军跟法军 在法国的克雷西地方在那里交战 英军是由当时的王子爱德华率军打头阵 这个父王的军队则留守在后方 等待必要的时候能够向前方资源 两军交战不久 这个爱德华王子就深深感受到敌军的威胁 于是赶快就打发了传领兵去向父王请求救兵 但是父王一点都不动声色 迟迟没有派兵去救援 这个王子没有办法又派出另外一位传领兵 要求父亲火速的资源 这个时候这个父王就对这位传领兵这样说 你赶快回去告诉我的儿子 我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指挥官 我也不是一个不懂得关怀儿子的父亲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派兵去资源 请他放心好了 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试探 或者我们遇到了二者的攻击 我们会立刻向神求助 但是我们往往发现 我们的神好像在那里毫无反应 但是你知道吗 神的眼目没有一刻离开我们的 他深知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危险度 我们大可放心 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经历过这些以后 都可以这样做见证说 神的救赎总是及时的 神的救赎总是及时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使的 祂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祂的信使之道万代 面对这样一位奇妙的恩主 诗人告诉我们当怎样 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感恩呢 请我们看这个诗篇一百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在这里有三个命令语气 第一个用当欢呼来感恩 用当欢呼来感恩 当欢呼就是要高声快乐的呼喊 就好像诗篇就是八篇第四节那里说的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从旧约的传统来看 感恩是应当带着大声欢呼的 用今天的话来去解释的话 就是感恩是一种 发自我们个人内心深处 那个对神真诚的一个感谢 从前有一位穷苦的老基督徒 他平常就很会唱诗 左邻右舍常常因为他所唱的诗歌呢 排除了心中的这些丑反 而得以分享一些喜乐 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老弟兄呢 有一天感觉他的舌头疼痛 经过医生检查以后呢 认为他是患了舌根的毒瘤 必须要把舌头割掉呢 才能够保全他的生命 当他在动手术之前呢 就问医生说了 我经过这个手术以后 我还可以唱歌吗 这个医生很难过的对他说 你没有机会再唱诗歌了 这位老弟兄 于是请求医生呢 把他从病床里面扶了起来 让他能够在最后再唱一次 他说我评述最喜欢唱诗歌了 今天你说我从此以后 不能够再唱诗歌了 我就让我就保留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唱出一首歌 靠主喜乐感谢赞美的诗歌 来作为我最后的一次机会 讲完以后 他就开始在疼痛当中呢 唱出来 一息尚存我要赞美 直到闭目弃绝生死 我欣喜乐 今天我们这些喉咙 仍然健康的人 我们已当满口欢呼 来向神发出 发出这个感恩赞美的歌声 我们已当满舌欢呼的 向耶和华唱歌 我们已当满口 满口嬉笑的 来赞美我们的神 再来圣经告诉我们 以当侍奉来感恩 这个当侍奉还带着一个修士词 就是喜乐 一个诚心感恩的人 应当是一个甘心喜乐 甘心乐意 愿意在一切的大小事上 服侍神 服侍神的人 曾经有位早年去中国宣教的一位八姑娘 当她晚年退休以后 回到她的家乡芬兰 有一次在这个芬兰的火车上 她遇到了坐在她的旁边 原来是一位姊妹 这位姊妹充满了光辉的脸 让她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她们有很多很多的谈话 后来她才发现这位姊妹她的右手 竟然是一只一只 于是就问她详情 后来这个八姑娘才知道 原来住在她旁边的这位姊妹 早年的时候是住在印度的一位宣教士 后来因为身体软弱 才回国疗养 回到芬兰以后 她就买了一个农庄 有一天她在农庄工作的时候 收割的时候 被这个打鼓机给弄断了手 这位姊妹就告诉八姑娘 她说 当我的右手断掉了那一刻 我立刻举目向天 求问神说 主啊 我既然已经失去了右手 将来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呢 你有什么样的工作留给我 将来能够让我做呢 她并没有说 主啊 你为什么让我断了这个右手 她没有问说 主为什么让她遭遇这些不幸 她只问说 主啊 我将来还能够为你做什么 神就感动她 把整个农庄给卖了 改做一个基督教的养老院 叫很多很多老人家 得着不少的安慰 这位宣教师 他认识到这位赵我 爱我 救助我 为我舍命的主的鸿恩答案 于是他也在 他就和这位宣教师一样 当以乐意侍奉神 来向神感恩 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 以当来来感恩 这个当来是一个不完全的动词 必须用向他歌唱 来补充他的意义 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 是一个愿意经常用心灵和诚实 来到神的身宝座前 向神敬拜 向神赞美的人 我们都知道 芬妮·Crosby是一位盲眼的女诗人 他一生当中总共写了六千多首的赞美诗 他在他的自传里面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后来听见 当年那位医我眼睛的这位医生说 他自从用错了药 以至于我的眼睛瞎了 这位医生就觉得非常的抱歉 不错 这是这位医生 他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今天我还有机会遇见他的话 我要对他这样说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的眼睛瞎了 虽然在医生方面来讲 是做错了一件事情 但是神永远不会错 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 叫我一生盲眼 为的是预备我多有赞美 并且要鼓励别人跟我一样 一同来赞美 一同用敬拜和赞美 来到神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三种感恩的方式 所表达出来都是信徒公开的宣告 耶和华以恩典待我们 都是在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 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恩 就如同我们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 诗篇一百篇 用这样欢乐的 这样一个气氛之下 来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谢 在1900年代初期 有位芝加哥的警察 他在一次例行的巡逻当中 就发现一位年轻人 正站在一间小教会的门口 他光着头闭着眼睛 在那里 这个警察就觉得这位年轻人 行动非常可疑 以为他要不然就是生病了 不然就是醉酒了 于是就走到跟前问他说 年轻人啊 你在这边做什么呢 你是喝醉了吗 还是你的身体不舒服呢 这位年轻人听见声音 就抬起头来 向这位警察微笑的说 先生 我没有事情的 我的名字叫Billy Sunday 我从前是在这间教会里面 蒙恩得救的 所以每当后来我有机会 经过这间教会的时候 我总是想尽办法 稍微停留下来 我安静这个地方 站上片刻 我默默的数算 神借着这间教会 所带给我的种种的恩典 于是我每一次都在这个教会的墙边 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这位警察再看了一个 看了这位年轻人的面孔 原来他就是1862年到1935年之间 闻名全美国的长老教会 最有名的奋心步道家 于是这位警察赶忙握着他的手 对他说 Billy 我久仰你的大名 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你 请你继续祷告吧 我有义务保护你 让你不受别人的干扰 今天在这个11月份 这个感恩的月份 我们来到第二个主日 我们欢聚在主的面前 同心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好不好 也让我们在主的话语的面前 也是在主恩的里面 我们仔细地回想 仔细地数算一下 过去这些年来 我们在基督之家三家 我们的神借着这个属灵的家 这个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家 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蒙受的恩典 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教会 或者或者我们家庭 或者是我们教会的 请让我们一同谦卑地 在神的面前一方面数算 一方面献上我们诚子的感恩 请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 借着你的话语 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礼当来到你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主啊 过往的年日 我们蒙受了你的许许多的恩典 但是我们很少地公开 把它宣扬出来 承认出来 以至于我们好像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 我们在心里面所感恩 我们在心里面所谢谢 但是主 你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把它公开地说出来 将一些的颂赞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神 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 也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好好地学习 真是从内心的深处 做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 主啊 求你向我们施恩 让我们仔细数算 你在我们个人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你所施予我们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不懂得感恩的人 让我们乃是在你们的面前 名符其实地 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你的儿女 求主恩待 求主垂听 更是求主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恭敬交托 祷告感恩 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 谢谢